我认为世界或许不会变得更美好 可是你一定会变得更勇敢 最后我终于懂了 如果生命给你柠檬 那就做成柠檬汁吧 哇塞嘞 难道生命给你柠檬 你能做成芭蜡汁 看完这个影片 你或许会发现 网路上所有的政治人物 男生女神的正面形象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骗人的 要先制造出自己处处可怜 却依旧很坚强的形象 我们必须从语调上做一些调整 柔和一点 低沉一点 大家好 我是陈湘雨 家境贫困 从小在家暴中长大 perfect 就是这个调调 我从事科技业 现在是一个朝九晚的 让我们针对讲稿内容做一些改变 想要造成 必须表现出自己才学经历的语用不同 身经百战而站在高处 但却又不让人家觉得 你他妈的自以为是 你只需要找一句 够世界大通 够文青的语录就行 让我们借用一下 伟大的旅美设计师江孟芝 于2019年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毕业典礼演讲的讲稿内容 我认为 世界或许不会变得更美好 可是 你一定会变得更勇敢 完美 现在的你 开始对他有一点点的敬仰和同情了 那么如果再加入一点感性的音乐呢? 一个人在纽约的这段时间 我领悟到一件重要的事 你的选择 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注意到了吗? 文案中强调在纽约留学 只要扯到国外 就会给人一种高大霜的感觉 搞不好他只是去参加夏令营而已 接下来我们调选一下灯光 后面加一盏轮廓光 勾勒人物线条 把打亮主角的阻光往右边移动一点 制造阴影 让画面更有情感 18岁的时候 认为世界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有人从小不愁吃 不愁穿 为什么他总是可以换最近的手机 又为什么 他在毕业之后可以有钱创业 他在毕业之后可以有钱创业 请回到韩子金钢石出身 太完美了 最后我们请受访者备好 我们参考江梦之在师大演讲的内容 所改写的稿子 全部备好 全部重来一遍 大家好 我是陈湘宇 家境贫困 从小在家暴中长大 我认为 世界或许不会变得更美好 可是 你一定会变得更勇敢 一个人在纽约留学的这段时间 我领悟到一件重要的事 你的选择 会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 我18岁的时候 认为世界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有人从小可以不手吃 不手穿 为什么他总是也换最新的手机 又为什么 他在毕业之后可以有钱创业 只因为他含着金钢石出身 看起来很棒吧 最后只要再补一句听起来 言之有理 但实质上是废话的赠能量语录 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我终于懂了 如果生命给你柠檬 那就做成柠檬汁吧 这样可以吗 哇塞嘞 难道生命给你柠檬 你能做成柏蜡汁 看完这个影片 你必须反思一件事 如果你现在有喜欢的偶像明星 有欣赏的政治人物 请不要只因为在网络上 得知片面的消息 或是哪怕一次的网络短片 就定义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